《馬泰福音》十章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節 我是有感動的 我讀一次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文子摩 若是你們的父不許 一個也不能吊在地上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所以不要拒絕 你們給許多麻雀還貴重 這段經文給我有一個感動 我和太太今年結婚三十九年 但是我以前真的沒有真正關心她 她生了第二個兒子之後 她曾經的雷風濕很嚴重 走樓梯只是急著急著急著 就不是我們兩腳一起走 她左腳走完 右腳上 然後永遠都要左腳向前走 所以我們過一條馬路 可能不用一分鐘 她過一條馬路要四五分鐘 或者五分鐘以上 在那段時間 我只是覺得可以賺錢 可以養家 而她看病 或者各方面的醫療 她都有做的 但她很辛苦去做的 在我來說 我覺得她賺的錢 她移平 我賺的錢 就是供給成個家庭 因為那時候有兩個小孩 我以為自己很盡責 但是我沒有真正關心她的痛楚 在那時候 原來神 在我還未信耶穌之前 神也幫到我 幫到就是 因為 我亦都是 在家庭上 我是專心 但是我沒有給到一個溫度 給到一個支持 而她都沒有離開我 她亦都是很堅強地 她工作 很堅強地維持我家 我感受得到 其實神 一直保守我 一路開路 我就算怎樣出去了 或者怎樣 神都給我一個歸家的心 而她去看病 去醫病 和她工作 是這麼困難的時間 亦都沒有我 是關心支持 我只是金錢上支持 但是她都可以度過 她現在一路康復 讓我看到 就是 愛我們 愛我 愛我 愛我太太 直至 我和 葉牧師上了這個堂 的時候 我開始有點醒悟 開始覺得 要關心 不是金錢上 我 看到有一對姊妹 是很恩愛的 很冒犯的 我就 我自己主動 跟這對夫婦 說 我想她們給我一些 我想家庭復活 想和太太關係 早日兩晚 就去了家吃飯 然後吃完飯之後 大家一路聊天 原來在聊天的過程之中 我太太先說出她的心意 我太太說 她在最困難的時間 我約了她 她在德福 地鐵站等 她說她很困難 走上去樓梯 走上去樓梯 她看到她很開心 但是她說 我整個木頭櫥完全沒有反應 她就變了 就是 那個心情是一丹 但是 我真的不知為什麼 她現在提出來 我一點點印象 我是當時報復 或者 我不是跟自己解釋 或者我做事累 或者我有點煩惱 我沒有跟自己解釋 我覺得 這一點 她說出來 她釋放我 是很開心的 另外 她有說 我一次 我最低潮的時候 我回到家 我抱著她哭 我又 腦海一片空白 我說 我有什麼男人來的 我回家抱著她哭 但是她這樣說 我也很感動 我覺得 我們關係被父神 復和了 父神沒有撇下我們 那 在那個 完了之後 我 就給了一個 Whatsapp 就是給這對夫婦的 我唸一唸給你聽 我說 我當這對夫婦是我們婚姻的導師 我很多謝她們的款待 我和金萍也都很享受 和這對夫婦 靈女合一的見證 和這對夫婦給了我的鼓勵 夫妻恩愛的動力 原來關心太太內心世界 明白這個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才可以在主裡面 主女合一的 直至在那晚 和太太有個溝通 我真正明白太太的內心世界 原來我曾經軟弱過 太太給我安慰和支持和鼓勵 因為我反而忘記了 尋找我個人自私的釋放 因為我在那裡 那時候我也有壓力的 我只是僱著賺錢 工作 回家 第二次早在工作 我還覺得 我是一部機器 還想我怎樣 我在那個狀態 其實我就是自私的 把自己的壓抑去釋放 我現在明白了 這樣去盡責任 是很表現的 天父愛我們 天父的慈愛 看顧和保守 我們的婚姻才保持到現在 而主再給憐憫和恩典我們 才可以和這對夫婦有一個詳細的傾談 我看見這個夫婦給我們看到 他們夫婦互相充滿感恩的眼神 互相的慈愛 互相的祝福 我覺得 不是男人回來 那太太陷情密密 看著我的嗎 原來這個夫婦告訴我 你回到家 你都要含情密密看著太太 我到今時今日 我才是開竅的了 我很多謝這對夫婦 給我們一個祝福 心靈和行為 原來同一個表現 這些才是真愛 和真正神給我們的祝福 我現在就是 變了我會在關心太太的方便 在按前上 現在就OK的 好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 要補償以前那些 沒有關心啊 他飛完 發回來 在電視機旁邊走去 他說我有什麼不同 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我現在應該知道 會回去 真的看一看一眼 有什麼不同 我馬上有一個不認 那我太太呢 我把這段 給弟兄和姊妹那一段 我就傳給太太 那我太太有三個字 她說我很感動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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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